歡迎收看BBO全民打棒球Online 假日盃 我是主播TRY TRIESTEEL 那今天和我一起轉播 真正在我身旁的是賽平JONSON TRIESTEEL 還有各位BBO的球迷們 大家晚安 我是JONSON 那我們今天要轉播的話是 假日盃的四強比賽 分別是九四盟的中胖胖對上 AG油油 那我看他們好像已經進到了 比賽的房間 在我們後面 就在我們後面是比賽房間 那我們表定時間是七點就要開賽了 那現在是已經七點整 交戰球場是草原球場 那我們就讓比賽就正式開始囉 321的倒數 那可以看到開賽的時候是 由中信兄弟對上的是九四蒙特羅組的隊友 對那這兩支球隊的話 其實九四蒙特屬於當年度的槍隊 那我可以知道 中胖胖的九四蒙特羅 應該是全伺服器最完整的 九四蒙特羅 幾乎每張幹嘛不是發火 就是紫光 沒錯這裡就看到這張金卡瑞恩師 兩個有一起 不過可以看到他的陣容 他是沒有雙跳的 因為他使用傭兵98ARA 是沒有跳接手臂的 手臂源 所以那勢必在 游擊防守這邊 可能是一個漏洞 那如果 那A級游游可能會 可能要知道這一點呢 進而把球盡量打到游擊方向去 喔那這裡強勢要怎麼看 這個MLB的九四蒙 他把沃克選擇放一逼耶 那他右外面是放 喔放倒神 然後 這樣我覺得是合理的 因為 恩 不過我覺得 因為沃克擁有穩數 那 他 那倒神沒有穩數 那 不曉得這個 這樣配 還是有可能說 他到後面可能天氣 那個 換的時候可以 讓沃克 去守 右外野 因為 其實中外野手 格里森他是一張 有快傳的 黃卡 對 有快傳的黃卡 然後跟倒神的天氣 還有一B 還有一服 這個是沒有辦法 一個 像 晴天的恰恰配 是什麼 蔡豐鞍啊 然後 陳志遠啊 還是林一貞 這些互補換來換去 那種團團 九四蒙 不能這樣 不過如果看 蒙特朗的金卡 主要就是這兩張 大 就是很 主力型的外野手 那另外的話就是 像 格瑞羅 速度比較慢 或是金卡的有一張 忘記叫什麼名字 大炮 所以 如果玩九四蒙特朗的話 我也會使用這兩張 來做守備員 就是 倒神跟瑞恩師 那這是最好的選手 只不過瑞恩師 他可能想說 既然這金卡 可能就不要打 然後就守外野 也許是這樣子 就來做 對 那不曉得 賽兵長生 怎麼看這兩隊的 先發投手呢 來 中框是使用 Randy Johnson Randy Johnson 特點是在於說 他無數 而且 就是開場 不會受到任何天氣影響 不過我是覺得 巨怪滑雪 沒有像以前的 這麼強勢 我覺得他有被調整到 沒有到以前的這麼強 最怪的是 這次俱樂部大賽 很多人使用那張投手 尤其在去年的俱樂部大賽 那更是每一隊 幾乎都使用 巨怪強身 不管是金卡 資卡 左頭 巨怪 右頭 阿福 去年的 最強勢就是這兩張新花投手 那 我是覺得這兩張 新花投手在今年 有被改變 那這裡二軍平道的一個限制下 所以兄弟有的優勢就是我 綠卡 有是猛的話 他是過去日子的 對不對 他沒辦法常國民 就有 對 最少的兩張 這個 強力 強力打折的一個 弩度 那 這一張 綠卡沒有開到快速 就對了 所以他放在DH 我就是專門打擊用 其實這次改版的小紫叉的話 反而跟以前不一樣的 會移用 哇 這個 中胖胖真的 跟我上次看到他 又更不一樣了 現在感覺每張都七等 這 真的 太威了 Wiii 火都起來了 我台語很怪嗎 哈哈哈哈 我看你出來今天不接話 好我的台語很怪 其實我不太知道 那句話的意思是什麼 火都起來了 看了火都起來了 天氣很熱 不過我講到火都起來了 那個 我覺得這張火車威力斯 晴天真的是 連球都碰不到 真的 真的 很難打的一個 很難打的一個特殊球種 最近也是三百萬長 只餘高價 但是 甚至有時候不好買到 他其實在沒有出特殊球種之前 他的職勢就已經很多人想要了 所以 沒有特殊球種之前 他的那個 卡架就是很高 他是個可以 沒有特殊球種 你可以 透過姿勢把球變成變態的投手 現在終於看到一張紫光的啊 前面都是 一直發 終於出現一張黃卡了 弘洛伊德 前面是快速轉移 剛好也是一逼喔 對 如果他沒有 他如果過了一逼的話 這張就會使用在 DH 那也有人的九四盟 選擇傭兵捕手啊 原來的佛羅利謙就是打DH 不過這張弗洛伊德 也應該是最近才有重屏出現的吧 呃沒有 弗洛伊德是本來就有 喔本來就有 就跟那個 阿魯一樣喔 太空 欸不是太空人 就是 九四盟的左外手 阿魯 把的阿魯 那個 也是沒什麼人在用 但是他就是原生的一張 DH 你說金卡阿魯嗎 呃 九四盟也有一張阿魯 喔喔 欸 喔你說紅卡嗎 對 紅卡 我打阿魯 不過他數值應該跟金卡一樣 都很慢 是叫阿魯嗎 對阿魯 喔 真的是叫阿魯 為什麼這裡人 對我只要有一張左外野的 速度本身比較慢的 紅卡 來就有那張賺斷 欸 那這裡可以使用 以防錐 跳完出去 喔 這邊 又跳出去 沒有穿出去 欸 二雷手也叫信紅 喔 是信紅吧 喔 是宣紅 像信紅 對對對 不曉得強制有幾個人 認識的朋友叫信紅 呃 我現在想起來 我沒有朋友叫信紅 蛤啊 真的假的 意思說這是菜鞋阿魯 對我好多朋友都叫信紅 我以為他們都有 都玩 那個群民擋球 一些都是VIP 還有那個 比瑞天的阿信也叫信紅 就好多信紅 我開場是一個沒有風的天氣 欸真的桃園衝翔喔 其實有時候我覺得沒有風是一個 蠻矛盾的地方 因為有時候看我們會看到順風 就是我們會鎖光 啊逆風我們會放風 可是如果 像這種沒有風 我就不太知道 我到底要放風還是鎖光來打 有時候會猶豫一下 這隻阿卡是有火各自 很好開框才對 阿卡2B也可以跳跡喔 這隻阿卡2B這是 貝爾川吧 好像不是 啊這是那個 Josh Hamilton的姿勢 翰米爾頓 翰米爾頓 大家都知道在 前兩年有一場比賽 單場試轟阿 非常威的意思 不過近年來去天使 有點 那個表現有點下滑 就變成黑米爾頓喔 喔 這邊 火車威力士 竟然到第三局就沒力了 對已經 將近40球的一個投手 其實我覺得他壞球 掉太多了 我覺得如果你 你天氣對到 欸 哇 差點一個 對 不小心先往右跑 對 幸好是彭正銘阿 對我覺得 我剛剛前面提到 我覺得他壞球掉太多 他就覺得那種 母狗 所以威力士 一個這麼強勢的投手 而且天氣又對到 我覺得你 可以壞球點放 那 好球直接吹 我覺得 竟然是說 可以省體力 再說也有一定的壓制力 才不會導致說 你現在這麼強 我手到第三局 你也被逼的要換下去 也可能是 怕對面的 這個槍對 開光打 希望多掉一點球 還比較保險 不過我 對中胖胖這個 打槍 這個 這個裝備 我滿有興趣的 就是說 這個裝備 我真的沒看過這種配法 真的不知道什麼裝 好像應該是速度裝 這根棒子配上這個 打擊手套我真的沒看過 也可能是他就是要穿紅色 感覺紅色鼓發閃電會上升 有 現在他 喔 喔 有幾手 這個跳到沒問題 對 像他這個響尾蛇裝 配上那種鞋子 表示說這個響尾蛇裝 是買的 不是原 不是基本隊的 衣服 真的嗎 對 因為如果你買衣服的話 你的鞋子也會露出來 可是如果你用基本隊的 衣服 你的鞋子是不會露出來的 所以表示說他這個衣服是用買的 那變成說他手臂應該就是沒有加成 嗯 那剛好對上A軍油油是 二軍頻道的裝備 二軍階級的裝備 其實也相對來的比較平衡 嗯 嗯 那 可以 感覺出 中胖 非常喜歡響尾蛇衣服 因為我上次遇到他也是 他也是穿響尾蛇衣服 喔 本人嗎 呃 不是 就是在遊戲裡面 喔遊戲裡面 想說本人也是穿響尾蛇衣服出來 我還沒有機會遇到他本人 因為他好像也沒有比什麼實體賽 喔 還是說本人COSPLAY 尾巴還差一個響尾蛇之類的 然後嘴巴那裡 閒著兩根筷子來當RSA 然後喉嚨自己要用的特別寬這裡 那這裡的巨怪 呃 是所謂的比較神奇力吧 好球數是15比36球 而且 我發現他前兩顆好球都會用點放 然後再來到第三顆好球才催喔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職員的加成 欸職員的配法 內野鋪接失誤減少 還有左外野38快船 左外野手勢是誰用 九次萌的LF 是瑞恩師 瑞恩師 瑞恩師 右外野38快船 給不然的話是 打卡的恰恰 恰恰恰 還有三壘熱腳訓練 那其實 三壘手用的是 路易斯算是很OK的潛力 喔 頭手換算 九四成現章 感覺很多 哇 他目前的配調度應該是 有慢取的CP先上 他會蠻習慣用慢取的強好做主 像是 其他雪天CP 強力的還有像是 球姿阿 這一類的 龍靜麗阿 這些都是雪姿 有得到雪姿先上成成章 那剛剛晴天的狀況下 晴天應該也有龍靜麗的帶子 那或者是 那個霸銷取球的那個 銷人文 但是他都是選擇慢取的CP先上 目前兩隊的攻勢都盡敲敲 對 那其實在上一輪的比賽 AG游游 在16強賽的時候是 2比1小分領先 欸 小分贏了自己的團友 AG 錯錯吧 嗯 8強賽的時候是 打贏誰 我忘記了 呵呵 我現在要提醒大家的是 中胖胖是 在上一場比賽 3比0 Colgain 欸 Colgain win掉了對手 增幅阿 對 增幅 而且重點是在台南球場 可以10比0 對 台南球場 這個場也沒有說特別大風還是怎樣 頂多是 我有感覺是統一師球隊出賽之後 陰天特別多 對 真的有 我也覺得 台南球場陰天特別多 欸 尤其對手用上金卡的 那個卸場真的不知道幾個 那我還想可能那天也是陰天娜 他的ERA剛好 打得非常好 對 有可能 ERA跟道昇 這個是一個天氣隊到大炮手 連在一起 不過我真的蠻好奇的 他 那個中胖胖 他 可以 他把94蒙特5 衝得等級這麼完整 為什麼 我不會想去用一張 游擊時候有跳階的一張 那個比如說拉筋也不錯啊 或是 或是有什麼 唯之凱爾也不錯 欸 沒有金卡 不知道怎麼會去用ERA呢 這一點讓我蠻好奇的 98年的ERA是在隨手新秀出份 出生滿 94年的時候ERA剛好到 那個蒙特樓球場看球 因此蒙特樓拿下來冠軍之類了 就是單純ERA有愛 可能是ERA是當天在 那個 球場陪他一起看比賽 坐在旁邊的小朋友 那其實98ERA這張卡 連隨手隊的玩家 其實也滿足夠用 對 真的 尤其是金卡 欸 那個紫卡的 小葛瑞飛 走的快船之後 有多一張紫卡額度 兩指額度啦 右外野 的那個 螢幕一郎 那中外野可能就是 擺上了小葛瑞飛 因為之前可能都在考慮 第二紫卡給SS啦 因為畢竟也是一張大砲手 那現在都改成給 中右外野 喔這個頭類 對 三個一手不小心跑偏喔 但是還可以現在轉成晴天了 喔 這應該是換頭頭 對 就是直接把球掉開一點來換頭 那接下來 九四蒙特魯到後面會有 斷斑的晴天打線 那勢必 這一局 一定要hold住這三個 打著 晴天也有蟹榮好 對 對 他是目前兄弟像的SETA MAN喔 他的球種來說其實 明星少的 但是 對 他的球 他的那個 球的種類很 很陽春喔 就是 取球 滑球跟變速 反觀隔壁棚 Lamigo那個 Lamigo好像有的 欸有 哇這邊 左外野手是 無數的 無數的 靈鳴線喔 怎麼感覺有點慢啊 對 這張卡片 本來不是應該是 頂皇不落地的 外野手嗎 哇現在要 連下 連連續三棒 連續三棒的晴天打線 連阿卡也都做晴天喔 對 如果這隻安打的話 還安打 中胖胖一定想說 還好我阿卡做晴天 對 而且他是瞄在一個 四號位置喔 無論你瞄一號還是七號 還是剛好就在四號 都可以輕輕等安打喔 其實他的框有多大 倒雷 欸同手換魔瑞喔 那魔瑞 晴天魔瑞陰天小雞 這都是現在 對 每個人必備的眼 兩張後援 晴天魔瑞陰天小雞 哇這邊 這個變速球做個S啦 本來想掉個壞球 結果還是被他打到 哇 不過這個跑雷應該是 要引誘性的跑雷 對 他可能是看清楚 對方很可能傳 本雷 當然也可能傳一臂 那就是要拖延一下 三壘回本雷的時間喔 嗯 我們看一下重播 其實一逼這裡的話 應該是不用跑出來 也可以讓本雷的順利回來 照這個跑出來 那可能是要看說 又外手直洽 又是天氣對到快船 應該是會殺本雷 所以他會讓一人的兩千塔 那兄弟的打線其實 他是比較偏向於 平均平均的發揮吧 我看他跟無鼠是有一個 做一個 交叉的一個牌法 這個高角度的速球做一道推大 感覺中胖胖對於這個打擊 好像有退後手臂喔 還會 感覺外手離很遠 這樣應該是要換頭了 可是剛剛那張阿卡 好像應該是做打傳奇的 所以力量會大一點 喔 這個蠻遠的 喔 周外也手隔離聲 天氣對到有快船 可是 是 畢竟是這張黃卡 傳向紅卡這麼 對 喔那這局對於 那個 AGO有來說 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可以頒 可以最後一分 喔 廖餘成喔 廖餘成配上這個 威力曲嗎 這應該是 這個是打克型的阿卡 對 這張廖餘成的姿勢 其實廖餘成的姿勢 配什麼球點都還蠻強的 嗯 他算是少數 我覺得姿勢也算變態的 哇 這個卡車球真的太有 這個是我也有回阿 儘管是個大塊球 你的最佳CP喔 這個魔瑞 你這個算什麼東西阿 其實魔瑞最大的缺點就是 他的變速球 很強 但是跟其他球種 一看就知道了 不像上中變速那個是 你看不出來他是變速球還是取球 真的 尤其上中變速那真的 前面兩顆H2縫標過來 再來一個 上中變速真的很 很難 收起那個觸放的欲望 對 那再來就是 其實很多 玩魔瑞的 玩家都是 比較心裁 玩這隻頭手 那我早 很早期就是他玩牛牛 來看的話 我覺得魔瑞也是屬於一個 不可以硬撐的頭手 只是他有個特殊變速 那很多人是想要相信他的 快速球種為什麼 那到最後就是 被接連按打 不過我在這邊有發現 鍾胖胖對於魔瑞 那個鍾胖變速的揮擊 是蠻不錯的 欸我才剛講完 他就揮 揮空了 哈哈哈哈 那你要是在預測他 對於什麼頭手比較好嗎 沒有 因為我剛看到他在揮 就是魔瑞剛一上來 他馬上掉鍾胖變速 就可以馬上 拆到框 然後打擊出去 就覺得他對於這個球種 是感覺 蠻熟練的 嗯 那這裡握客前面兩次都被三陣 這一次 不覺得這個變速球就感覺很 一看就知道你是要來掉我 對 可是 我個人是真的不 喔這個跳得漂亮 對 不過我個人是也真的不太會打 金融變速 哇 可是他飛升球大師 不曉得是不是沒有實裝喔 其實一定有實裝 但是 就不知道為什麼看到那球 中左外移那球沒有接到喔 像我現在看到現在很多兄弟像的玩家 會把這張靈芯升到7等 就變成打速最上了 那他剛剛那個 打擊應該會想說 我就是沒有讓他7等 才會 造成傷痕 以前都是用靈芯 後來即時出的那個 直塔 其實也沒什麼用阿 那現在的一個兄弟像 還蠻多是用LF阿卡的 對 比起做二游的傭兵 還是 呃 原生的跳階 那阿卡 左右外移的數值 一定比阿卡二游的數值 而且就可以 尋到那個 快速傳播的前面 對 最喜歡的姿勢 像我覺得現在兄弟 最常玩法就是LF 是用阿卡 然後傭兵 放二兵 因為可能會覺得 紅色型的速度真的不夠 像 下一場那個Future的時候 我保證他二雷一定是用兵 喔 這個 這個還要下什麼好賭嗎 哈哈 比如說沒有的話 那就是要怎麼樣呢 好 不要好賭 看你從台北坐車五個小時下來 已經夠辛苦了 今天跟大家第一次見面 對 不要好賭 不要在面前現愁 哈哈 大家就饒了我這一次 不過我真的最好有信 他二雷一定是用兵 而且一定是 搞得是B開頭 O結尾的 那這一隻最佳CP 其實 這次阿卡CP的話 有最佳狀態都是非常的兇 但是 阿卡CP的體力 就相對比RP來的少 這樣的話如果是強生 你還 還會想要開CP的阿卡 恩 像我個人 我個人組紅雀 我是用 RP開TB 因為 我個人像我紅雀 因為我那個 陰天牛棚比較缺 阿我會希望說 一個阿卡可以讓我 很多頭點局數 所以我會使用RB 加金帝人 那像我是覺得 如果CP 你選用最佳狀態 是對於有些小隻玩家 他沒有錢去開 讓他五完美 那 用一張 比如說兩個完美的 最佳狀態 也相當於一張 非常不錯的黃卡了 對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是 一個資金沒有很 你也 資金沒有很夠 或是你也沒有到最球 想要五個完美的話 你可以使用 CP開最佳狀態 那他 就是一個不錯的黃卡 甚至到紅卡 也有可能 對 再來就是 三個好的姿勢喔 其實這一次全國四六部大賽 有時候突然有時候 阿我的那個 錢力沒練完阿 那錢力不能開阿 就是那個 成長點數完 沒練好 阿其實我就跟他講 這個 不重要 只要去弄一個好的姿勢 什麼 什麼變態的 像是廖宜成阿 還是左頭郭宏志阿 弄下去那個 剩下的數值 就不重要 那如果說是 已經有好的數值 又有好的潛力 甚至是 RCP的配置 剛剛好 天氣也弄好 那不然用一個姿勢 那一張卡就夠強了喔 因為 阿卡再配上一些 不同的球種 特殊的姿勢 那是獨一無二的喔 全伺服器可能就 只有你這張投手 就長這樣 那再 投出他的靈魂來 那三就是一張很強的卡 現在 比賽 到後半段 看攻擊的人 有沒有有所發揮喔 那其實他被打那兩分 一來是主外的時候 那二來的話我覺得 柔瑞的開放被打的話 其實也有點可惜 因為其實他的配球 應該算是 水準之上的 正常配有沒有真的被打 就是 剛好就是 聯發那種球 就是被打 所以 不能太仰賴特殊球種 喔 那現在 AGO有 零出局 一壘 一壘有人 那這是一個非常好的進攻機會 而且接下來 輪到層次元 後面 路易室有 情天大人 那還有 比較幸福 盡量在這幾段 趕快把層次打過來 不然後面的話 會變成 卡一個陰天 紅一鐘 有 有 有 而且 CP算蠻完整的 雪天有紅卡 雨天好像有紅卡 我記得是晴天的一張紅卡 然後 晴天一張 雨天一張 雨天那張有最佳狀態 對那隻 後來的 然後剩下的雪天 有兩張黃卡 對 所以 板燈算蠻深的 不過晴天可能 這隻黃卡 也是唯一一張 所以他剛剛才會選到 鞋上R卡 對 然後他沒關係他還有一張 紅卡 後面 會這時候上嗎 這麼尊敬陳志遠 喔 喔 郭紅 痴 放火啦 爛慘啦 放火啦 剛剛換出郭紅痴7等 這個氣勢超像 就來一個獅頭紅中球 對 各種意味上的放火啦 這個時候可能是在等待 不曉得下一秒會發生什麼事喔 而且重點是這個時候怎麼還敢點放啊 超前分就是這隻路易斯喔 這個時候如果這隻路易斯是天孤星控 我就真的會嚇到 因為 我覺得 路易斯是天 天孤星 這位選手開外掛了一張卡片 就像小半島那張走外野那個叫什麼 卡卡蘭特 喔 就我這邊是吃了一張 老K喔 那這張 卡卡 外野還是做退防 難道真的那麼怕他做一個真男人鎖空嗎 既然他都用火哥的姿勢 我真的覺得他是一張開槓打 那二遊又沒有雙跳 那退防的話 外野手比 內野的 平飛球要接球又更遠嗎 哇 連兩打其實被三陣阿 嘖 這個完全沒有任何推進效 我是真的蠻可惜的 我如果說 因為其實左打者要點外角敵的球 這非常好點喔 只要F下去 輕輕往三壘送 那就是一隻 一定是安打 那加上對面的三壘手 嗯 雪天 其實也難講 因為畢竟是單黏住 但是我覺得那個球算是很好點 這時候會不會感受到壓力 對 如果我覺得兄弟像這位選手 如果感受到壓力 一定會把紅蟲放下去 欸待會要再五屬的一個替補 五屬替補是沒有 但是應該用一天的替補 真男人鎖 這邊問手框 哇 我好像拿他慢一點點喔 哇 對他一定沒有對方 他是 那個球是頭一個六號為止 結果他拆三號為止 對 那這裡黃卡走走 也到達十球大關了 看是誰要換頭囉 喔 結果是 換補 可是馬上要被 哇 達恩 達接得漂亮阿 這個是以防後的 遊戲手跳接喔 對但是這個也是 手術爆發出來才接得到的喔 反正說 既然只是換補 那你這個頭手 不是十球以後 還有辦法 哇 這個 神撲阿 神卡 那成瑞陣 你還是 失業吧 這成瑞陣應該就接不到了喔 這速度上面是差很多的 郭虹是稍微把節奏放慢一點 這道戰體是 像這時候就是一張力量最上的黃卡 然後沒有封 四五號我就真的會很猶豫說 這時候到底要開空打還是四五號 我們還差兩分喔 這一套出去 也沒有辦法追回 幹 我現在已經可以同點配二號為止 選的還蠻仔細的 一速球 歪空打 一個歪空打 會撐過去嗎 左外一手撲下去就可以往二雷跑 但是 起身 哇 這蔡風蘭樹這零抖阿 我剛開始還以為會主殺到 左外你剛剛是不是有一個 極速起身的一個 潛力阿 我沒有 我沒有仔細看 但是好快阿 這個時候還不考慮換頭嗎 面對一次滴洽 我剛剛看一下好像是 對 左外也30%快傳阿 對 那就有那個 極速反應了 我會換上 九世原生的 紅卡RP嗎 維特蘭特嗎 不是 那張好像叫什麼喔 欸 我忘記了 反正好像一個 欸 好傭兵 哇 又是一個七等的黃瓶一樣 這樣非常萬用的同手 這樣非常萬用的同手 我覺得這隻黃瓶羊 只要不是在雨天貝克的狀況下 什麼時候上來都會有壓制力 非常萬用的同手 對以前很常見 不過現在雪天 比較常見的是 郭靖星 我估計是那個紫插也是非常變態的喔 對乾 而且在統一的那一 那隻雪天的還有最佳狀態 哇 這邊被釣到了 喔 這邊被釣到了 146.5的金幣升 再來 哇 這邊被釣到了 超角度比6 台空推 這個A推算是 帶的不錯喔 把球帶進來 你看這裡 肯定招換頭了 晴天 尤其越到這個時候 那個 落後方的 投球會越來越急 因為我想說 我要趕快解決這局 然後下局趕快打分數回來 可是 以往這個時候 節奏反而會被人家帶走 所以 盡量還是要一顆一顆球慢慢投 不要急 看起來是沒有什麼 可以端得上台 不行 11匹了嗎 二雷手如果 喔 游止手也OK啦 這個直接殘疑喔 而且維持凱爾的 手臂 但我又大 對 你剛好是有配合 鋪一方 阿慣的話 游擊手不該無靠近二雷包 那時候 很容易就要用鋪的 或是就直接穿過去 就要二雷手直接鋪 那 再剛好踩到雷包 然後再起身船 那個 需要三個階段的那次 裂才有OK的 對 我發現剛剛 他換了金幣那個 那個 黃品牌之後 他現在沒有 喔 真的耶 現在是把 傭兵的額度都可以用完了 但是這次比賽規則 是只要在俄軍頻道就OK啦 俄軍頻道 沒有說 非得要用 有一個 潛力 可是別忘了 九世魔咄龍他還有一張 原生的RP沒有上 所以必須知道 今天還有一張黃金 他事實來說 對 友友來說 一樣是一個考驗 這球打得漂亮 像我覺得金幣成卡難打的點 是在於說 他的軌跡跟他的Cash有很像 然後 只是金幣升卡比較快 然後 他可以取球幅度比較大 可以變成一個速差的配合 所以會覺得有時候 細覺上會比較難打 那下平強生 如果是你的話 你會先投升卡 還是先投Cash 我會先 我會看他是槍型的 還是炮型的打者 如果炮型的話 我會先吹 Cash 因為畢竟幅度比較大 也比較難 控到他那個time一點 對 如果槍型的話 我會直接標記被升卡 這裡節奏雖然說是 沒有說非常快 但是他還是有在控的喔 不要讓對方太早 有機會 離壘就到了 但是現在落後兩分的方 後攻方 也不會有膽識到尾吧 而且現在 密封 而且對方又沒有移防 切記一定要開光打 壘機壘上 壘上的袍子 壘上的袍子 這邊 現在輪到 又是到後段的盪子 那 死必 攻擊方式可能就剩 一種兩種 所以是面對阿卡 不退防樂 求個人 開 有可能的招換球 有可能的 有可能的 就很慢 好了 五手快穿 這個 五手穿就真的有點快 對 那 恭喜這場比賽是由 中胖胖贏了 那恭喜他 挺進我們的 冠軍爭霸賽 下一場比賽的轉播時間的話 是表定時間 7點40 對表定時間 7點40指 一魂咒死 對上的是Future 我壞壞喔 那一樣是桃園球場 那我們待會再回來囉 休息一下 7點40回來